警方全服武装 破门二路逮捕范贤 刑事局方面表示 这起跨国走私大麻案 发生在去年11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 在审查出口货物时 发现一批准备 包关出口到台湾的货柜 以挖空家具成板方式 夹长约1200公斤大麻 因为数量庞大 台北双方共组专案小组追本溯源 分别逮捕 负责在美国包装挖空夹长运输 有台美双重国籍的孙姓嫌犯 及在台买家 有帮拍背景的高性嫌犯等人 其中孙姓及高性主嫌 都已进行羁押 那金融港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破货监控 顺利的逮捕到 有三名的一个嫌犯 他们都是接货人 那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个溯源 不会只抓到这个收获人 就以此而自满 所以在今年的1月 由金融地检署 以及我们行事警察局 会同我们驻美西的警察联络官 还有我们HSI台北办公室 到这个Long Beach 到这个洛杉矶的他们的长参办公室 进行本案的一个交流 然后去锁定了 这个在美国供货的主嫌 是这个孙姓主嫌 他是一个台美双级的一个嫌犯 那所有这1200公斤的货都是由他在美国去把它做一个加工制造 藏在这个城板 那我们这个顺利的在今年3月的时候 他过境台湾的时候在桃园中正机场进行一个逮捕 局提把这个孙姓主嫌顺利的局提到案并且申请积押货主 那也顺利的厘清整个的一个托柜走私的一个流程 以及台湾的一个主嫌 那在6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逮捕到了这个高姓嫌犯 他是去国内邦派货的这个货主 并且向这个金融地方法院申请积押货主 警方进一步说明孙姓嫌犯如何将大麻夹长于家具成板 企图走势来台 盒子里面打开里面就是这个成板 那成板我们把它拒开里面呢 总共会有这个8片的一个大麻 那每片的这个大麻 这个袋子大概就是1.5公斤到1.7公斤左右 所以这整个整片的这个 这个成板里面就会夹着8袋这样的一个大麻 他在主前家里面有收出一个压磨机 他把大麻压成这样的一个片状之后 再用这个塑胶袋密封 来组绝他的气味 然后再把他定入成板中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麻走势案 市价将近18亿元 且由国内帮派与在美华人合作 利用台美对大麻法令规范的落差 以低价在美国大举收购 高价来台贩售 警方将持续贯彻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2.0 遏止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